诸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宪问篇》第十三章 子问公输文子于公明家 约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 公明家对约已告者过言 夫子时然后言 人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 人不厌其笑 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 子曰 其然 其其然乎 夫子向公明家来问其公输文子 说 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这位先生 听说他不言不笑 不取人吗 公明家回答他说 哎 这是因为传话的人传得过头了 其实老先生 因应时宜 时然后言 因此 别人家不会讨厌他说的话 他碰到乐的事情 欲逢乐事 然后欢笑 人家也不会不喜欢他这种欢笑 他一句着正义 然后取用 所以别人家不厌其取 夫子听了就说 哦 是这样的 果真 难道做这么好吗 做成这样吗 公输文子 姓公孙 名拔 也有些人公孙 发 这个拔跟五字 发音 都是拔 是魏国的大夫 公明家是魏国人 公输文子 当时 声名 满天下 夫子 向公明家探听 来证实 时然后言 人不厌其言 这表示 这个人知识变 能视机 能够知道整个时机的变化 能够了解 在变化过程中该当如何 这种易经来说 叫珍藏 处变 守住 肠道 能够处理好 一些变通的事情 所以 时然后言 忍不厌其言 这时 言 乐 然后笑 忍不厌其笑 前面讲 时机 这一点 讲人的性情 秉性情 顺自然 通达情理 你秉持着你的性情 你和顺着自然之气 这通达你的情理 所以 乐然后笑 然不厌其笑 亦然后取 然不厌其躯 你 一句这意理 得起公正 能去取分明 这叫义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 义 依照着正义 而有所取 人不厌其取 别人就不会讨厌 你是取得嘛 因为根据这义理 依据这公正 这叫去取分明 一个人懂得 真常处辩 了解 整个时机 一个人通情 达理 能够 乐然后笑 一个人 能去取分明 一然后取 这个人不容易的 这个人 知造化 这个人 入本心 这个人 得社会 之正义 能珍藏 处辩 通情 达理 去取分明 这是大贤 是圣贤 非常人 说 吉 所以夫子 一方面 觉得公民家 你说得真好 但是 他还是有所疑 公俗文子 果真能做到这么高吗 所以叫 其然 其 其然乎 也可能 他做到这么好 但是 这的确 人能这么做 那很好 使然后言 乐然后笑 亦然后取 能够 知识变 事实 以珍藏 触变 秉性情 顺自然 通达情理 具意义的公正 去取分明 这真好啊 这人格境界 不低的 很高的 是可以为 贤者 可以为圣贤的 好 我们把第十三章 再读一遍 论语 现问篇 第十三章 只问 公俗文子 于公民家 曰 信乎 夫子 不言 不笑 不取乎 公民家 对曰 已告着 过言 夫子 时 然后言 然不厌其言 乐然后笑 然不厌其笑 义然后取 然不厌其取 只曰 其然 其其然乎 论议 现问篇 第十三章 主文 公俗文主 于公民家 曰 信乎 夫主 不言 不笑 不出乎 公民家 对曰 以国家 贵 辅助 是 人和人 人不厌其言 乐人和笑 人不厌其笑 其人和处 人不厌其处 主啊 其人 其其人和 好的 我们今天就播讲到这个地方 感恩 优优独播...